國民黨開始有動作了 開始講說 就是我想要開始說 這個是所謂的 暴律動作 暴復性罷免 暴復性罷免 你們就無理取鬧啦 我們有非常非常多的 來連署是國民黨的支持者 他們超級生氣的 非常多國民黨的支持者 來連署罷免謝國良 他們當初的理由就是說 我支持你 可是這位市長 真的爛到我支持不下去了 所以我必須站出來罷免 那你們後面要推派 誰是你們的事情 但是這位市長 就是要讓他下台 那現在既然是國民黨支持者 他們一定非常非常生氣 自己被抹為民進黨支持者 所以他們現在真的怒氣值 還蠻高的 就是他們就會說 我今天我站出來罷免 就不是因為民進黨叫我出來 而是因為這位市長 就是做得很差 然後你在說什麼 我們是暴復性罷免 根本就不合理 因為我當初投的就是 不是我 我是說那些民眾 對 他們轉 你轉述 轉述 他們自己當初投的 就是謝國良 現在就是看不下去 所以要把他淘汰下來 然後你還說自己是 就是我們這些來罷免的 都是民進黨 他們真的覺得自己受到侮辱 所以我這邊真的 也要呼籲一下國民黨 就是麻煩 就是真的要站出來 傾聽一下民眾 今天提出來的訴求是什麼 不是把每一個民眾都講得 好像他們眼中只有顏色 沒有是非對錯 那其實這些 對於我們這些選民來說 真的是一個極大的侮辱 搞得好像他們講講幾句 我們就會被帶著跑一樣 沒有其實大家都是有主體性 大家也是會自我意識 他們也是會思考的